脂肪肝一般几年肝硬化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颖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 一般来说咱们说的脂肪肝全名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一般来说它向肝硬化发展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我们现在研究认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在脂肪性肝炎的阶段容易向肝硬化进展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脂肪肝 它是一个中偏重度的脂肪肝 而它的转胺酶包括饼胺酸胺基转胰酶 咱们就说骨饼转胺酶 还有伽马骨胺酸转胺酶升高 而且升高的幅度还比较大 比如说转胺酶在一二百以上 转胺酶在三四百一直这么高下去 比如说三五年的话 我们认为它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临床上的话我们也见到一些肝功能异常 但是没有其他原因的 但是B超体是有肝硬化的 因为它的肝硬化的话 它认为它原来没有脂肪肝病史 但是它原因不清楚的话 我们推荐它做了一个肝穿刺活检 穿刺活检的话 我们曾经就见到有几例病理的报告上就写的是说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硬化 另外要提到一点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脂肪肝都是会向肝硬化发展的 就是说只有脂肪性的肝炎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咱们如果看到自己的B超体是已经有脂肪肝了 而肝功能也有异常的话 咱们还是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保肝治疗的话 肝脏的炎症轻了之后 它也不会再向硬化发展了 其实肝硬化的发展的过程的话 都是经过一个炎症纤维化 肝硬化的一个过程 一般如果我们在炎症阶段的话 能把炎症控制好 它向前发展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炎症一会儿 那么 贝 뭐야? 还不会问我